好的,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啊,它里边这个黑色的眼球的勾制方法。 因为刚刚呢,我们用的是长针啊,所以完成的是比较大,比较饱满。 但是里边的黑黑的小的眼球呢,它是采用的短针的手法,勾制而成的啊。 而且,你看,也是用的之前,哎哟,sorry。 也是用的之前我们的这个起针的方法啊,来起的针。 大家看,重新来一遍啊。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给它勾过来。 勾过来之后,大家看啊,一定要按住了我们的这个地方啊。 然后给它向上勾一针,因为勾的是短针嘛,所以每次只勾一针啊。 然后,啊,就是在立柱啊,只勾一针啊,因为勾的是短针。 然后从这个位置进入,看,啊,从这个圆圈里边进入,然后两针和一针。 短针呢,就是不勾长线啊,直接的将它这个短针啊,给它勾过来。 看见了吗? 短针,就是不绕长线,直接把这个线勾过来以后,两针和一针。 这样,它能够形成一个小小的中间的眼球的部分啊。 能看清吗? 好在大家已经知道这个顺序了,你看,进入,勾出长线来,然后两针和一针。 你看,小尾巴呢,是在这儿,每次呢,我们都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来进入,勾出的啊。 老要不自主的去绕长线,因为已经勾习惯长针了。 看,每次都是进入中间这个圆洞啊。 然后勾出长线来,记住,这个线条不要让它在这儿捣乱,给它按住了啊。 每次都是两针和一针,看到了吗? 进入,勾出长线来,然后两针和一针。 好了,现在呢,我们很有必要数一下啊,我们一共勾了几针长针,几针这个短针。 没有必要数,就是第一个啊,就是我们开始的时候给它向上勾了一针那个, 那个我们不用数它啊,我们只数短针一共勾了多少针?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 好,也给它勾12针啊,因为它是短针,所以它会相对来讲更加的小一些它这个圆形。 勾完这一针之后呢,我们先拉一下这个线条,看一下它的直径大小啊。 如果它过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继续的再勾一下。 如果,哎,你看它这么大。 我们可以考虑再勾两下啊。 再增加两针,那就是12针了。 再勾加,勾了一针。 好,再勾一针就是13针了。 这时候呢,我们跟之前那个收针的方法是一样的啊,从这位置进入,然后把这个长线勾过来,勾过来之后呢,就可以给它剪断了。 剪断以后呢,然后我们把勾过来的这根线啊,给它两针合在一起,同时给它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然后我们给它整理好我们的这个线头啊,就是在给它勾到这个纹理里,然后啊,给它弄到后边去。 你看,就形成现在这样。 如果,小窍门来了啊,如果你觉得它的这个眼球过大了的话,啊,有点太大了的话,没关系啊。 你就可以给它中间啊,这个位置啊,拉中间这根绳子,看到了吗?拉紧一点,中间这个小孔就会变小。 如果,你要觉得它不够大,有了小孔正合适,那么就好了,就这样就可以了,接就了吗? 我们要让它的这个小,小小的这个啊,跟这个,你看,跟之前这个白色呢相聚啊,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就是比它多出一个小边边而已,不要多出太多,明白了吗? 好,我们要完成一共两个,你看它现在很像了,对不对? 我们一共完成两个啊,这样的小,小的黑色的眼球的部分啊,我们现在要继续给大家把这个部分重新再演示一遍,我怕大家刚才还没有看清楚啊。 看,依然是这样的啊,大家看,绕了几下,一下,两下,三下,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把你的勾针从这个位置啊,过来,过来,哎,过来,然后把这根长线给它勾出来啊,我们勾出来的是长线,看到了吗? 然后中间两针这个位置呢,就是它的,就是它的这个什么了啊,中间的要进针的地方,然后我们在这勾一针,这一针不算的啊,不算短针的,因为我们没有把它,呃,它是属于立柱的这针啊,所以它不算短针,然后我们就开始勾短针了,每次都进入这个孔洞当中来啊,你看。 一针短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五针 六针 七针 八针 八针 九针 十针 十一针 十二针 我们刚刚用勾了十四针哈 十三针 十四针 好,勾完以后呢,我们先给它把它拉一下啊,给它拽一下 就是把这线头起针的这部分啊,我们给它拽一下,就线头这部分 好了,最好之后把这位置拉长,拉长之后呢,我们再看它一下它的这个大小啊 稍加整理,然后我们放在这先比对一下,如果边缘的部分啊,如果边缘的部分露出太多,那就证明我们这个呢,还有点小,所以再给它勾一两针都没问题的啊,这是非常灵活激动的 很有可能由于你毛线的粗细,或者你手劲的松紧会影响它,即便是相同的帧数,那么它的圆形的边缘啊,可能也不会是一样长的啊,这种情况会非常非常的常见 好了,完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两边呢,给它衔接上了 你看,就这样的啊,给它衔接在一起 好了,然后多余这部分呢,剪断 剪好了之后呢,给它直接拔出来 拔出来之后,让我们的这根线线啊,再跟这个位置呢,再游走一遍 也就是把它呢,完成的呢,更趋向于是一个圆形 好,事后的呢,我们把它啊,完全的整理好 从这后边吧 给它收到后边去啊 这一面,你看我把它就默认为是当做正面了 一会儿呢,我就会拿着它直接呢,来和白色的缝合在一起 记住了吗 好,多余的这一部分啊,我们现在由于做了加固的工作 所以可以给它剪断了啊 尤其是中间的那个 中间的这个拉线这部分啊 因为它已经非常结实了啊,没问题 我们完全可以给它剪断 你看,整好啊,当我们按在这一部分之后 少少的露出了一点白标,这是最佳的状态 记住了吗? 好,剁出来这部分啊,都给它剪掉 包括我们的这个部分啊,因为一会儿呢,在缝合的时候呢,我们会很小心 很注意的啊,把这两部分的给它缝合在一起 知道了吗?一会儿呢,我们会用黑色的线啊,你看 我们会用这样的黑色线 然后,将这两部分啊,先给它缝合在一起 缝的时候要注意 所有的这些小小的地方啊,都要给它通过缝合 给它整理的很好很好才可以啊 只让这个小眼睛露出一个小小的白边就对了 用黑颜色线缝啊 你看到它有任何的不好看的地方 一定要通过缝合给它固定,并且加固整理好它 我看到了那个线头啊,没关系 马上我就来解决它 看,这个线头的部分啊,我们只要是把这个线的位置呢 绕到它的后边来啊 有意识的,我们要把它给它绑在这个纹理里边 你看,它就再也不会跑到表面来了 注意到了吗? 好,如果有不圆认的地方啊,教给大家 你看,我们就拿针这样的挑一下 看到了吗? 哪里凹进去了 我们就挑哪里,激动了吗? 比如有凸出来的地方,没关系 你把凸出来的左右两边的位置啊 给它做这样的调整 那么凸出的位置,它就不再凸出了 看到了吗?就是这样的方法啊 我们要把两个小球球都完全整理好 然后,我们再教大家如何缝合耳朵和眼睛 然后,我们再教大家的调整